哈囉大家好我是Bone 我今天呢是要來分享我十月跟十月的愛用品影片 那影片呢其實我已經拖了有點久 因為我真的是雜誌太多了 我快崩潰了 不過呢就是還是抽了時間要來跟你們分享 所以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那個愛用品影片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東西有點多 畢竟兩個月嘛 所以我們就趕快開下去吧 首先呢第一個我要分享的是刷具 那一共有兩個 那我先從這個開始介紹好了 這一支呢是那個SIGMA的3D HD KABUKI的粉底刷 這支粉底刷我一收到馬上FALL IN LOVE與它 因為它真的是 喔太好用了我一定要給你們就是 說一下 那因為這支刷子啊我剛洗完 所以它有一點濕濕的 不過還是可以看一下 它這支啊非常的特別 你可以看它是有兩面的斜角 那這一支刷子啊它的那個評價非常非常的好 那這個刷子呢也是他們的好像是專利吧 我有點忘記的 它這個餅身啊是可以選顏色的 像有白色啊黑色啊粉色啊 然後這個上面這一塊也是可以選顏色 然後我就選了一個白色搭這種玫瑰鏡的顏色 不過其實後來我有點後悔 因為這個餅身是白色非常容易髒 所以我建議你們不要買白色不然是超容易髒的 然後呢這支粉底刷的毛啊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舒服完全不會扎臉喔 而且呢它的妝感啊是屬於那種 嗯...會有一點點遮瑕度的那種妝感 然後呢上妝也就是非常的快 而且它就是因為有這種角度 所以不管是在嘴邊啊鼻翼邊啊或是眼睛下面啊 上妝起來就是都很方便 而且它就是不會有粉痕喔 超棒的 那我通常都用個三四次然後再洗吧 這支粉底刷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薦你們 我真的是超愛的 然後我也有買它那個小致的遮瑕刷 應該是說那時候Sigma它又八折 然後又亞洲綿韻的時候我又買了一些 所以呢等它有寄來的話我再跟你們分享 接下來勒是這個 這個是我在iHerb買的RT的刷具 它拿來就是眼下的定妝 因為我覺得它size非常非常的剛好 可是我通常就是眼下定完妝之後 就直接就是大範圍這樣轉圈圈 就是順便定妝 非常非常的方便 然後我覺得它的毛也是很舒服 完全不會砸臉啊 一支好像才一兩百塊很便宜 所以我覺得它算一個CP值非常高的刷具 介紹完刷子 我要來介紹就是我這兩個月非常愛的 底妝的產品 那我這兩個月啊比較常跑來跑去 那我出門帶了化妝包的話 因為為了要節省空間 所以我都會帶這個 它是那個Burby Brown的粉妝條 然後我的色號呢是2.25的Core Sand 這個呢其實我買有點久了 不過我後來都沒有再用 我覺得它的話啊夏天我用 我是混合肌T字片有嗎 我覺得我夏天用啊就是有點不遲妝 可是我覺得秋冬比較冷的天氣以後啊 使用它我覺得非常的遲妝 然後它又有一定的遮瑕度 而且當然是體積很小 然後上妝的話啊 你就只要這樣 點點點點點點 然後呢再用我剛才那個刷子把它推開 上妝超級快 接下來呢是這個粉餅 這塊呢是Inisfree的粉餅 其實呢我那時候叫我朋友買的時候啊 我其實是要買氣墊粉餅 可是他把我買錯了 我就因錯陽差就獲得了這塊粉餅 那這塊粉餅呢它打開來是長這樣子 就是鏡子嘛 然後它是粉撲 然後這邊是打開來的 這邊是可以 這邊是可以打開來的這樣 其實我覺得它還蠻方便的 而且啊 它的粉我覺得算蠻細的耶 給你們看一下 它的粉我覺得還蠻細的 我還蠻喜歡的 我通常都是把它帶出去 然後可能一整天下來 晚上又跟朋友吃飯什麼 我就會把它拿出來 然後就是 可能鼻頭啊 或者是這邊這樣拍拍 它補妝的效果我覺得還不錯 不會就是讓你卡粉 或是顯得很厚重 它整個中來是還蠻自然的 所以我還蠻常把它帶在身邊 而且因為它有鏡子 所以還蠻方便的 喔 喔 我上個月啊 因為是那個壽星 所以那個 抗飾美 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點數 不知道幾倍送吧 然後我就買了還蠻多東西的 這個的話呢 也是那天買的 我之前呢 其實都是用那個 Integrate的眉粉 那我第一次用Cat 我覺得 用起來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我覺得 差比較多的是 刷子的部分吧 我覺得 Integrate刷子啊 比較 硬 可是呢 Cat的話 它就是比較小隻 然後毛的部分的話 比較軟 上起來的眉毛會比較 比較柔和一點 那 Integrate的話 就會比較 俐落一點吧 我覺得刷子 差蠻多 畫起來的感覺 也蠻不一樣 不過我還蠻喜歡 Cat這一盒的 Different Day Different EOS 這廣告打超兇的 你們有看到嗎 不管是YouTube 還是電視上面 完完全全都在播 這個EOS的這個 護唇球 那我是那天 康世美加購買的 然後我也不知道它是怎麼口味 反正就是加購加60塊 我就想說買一下好了 然後它是一個 嗯 球狀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 實在是非常不好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只要一掉到第三 天啊 滾超級遠的 非常難 電話 我是剛才說到 它滾很遠 對 它滾超遠很煩耶 然後啊 我都是就是 拿起來嘛 然後就這樣抹一抹 然後這時候 我就會把石頭撐出來 填一下 因為超好吃的 我覺得這個護唇膏很好吃 就是 會甜甜的 可是呢 我覺得它的那個 滋潤度 不是很好 所以啊 假如說你是喜歡吃護唇膏的人啊 我覺得是還蠻推薦這個的 那假如說你是講求滋潤度的話 這個 滋潤度還不夠 我覺得想要自己很愛吃這個護唇膏 我就這樣白吃了 哈哈哈哈 再玩護唇膏 我來介紹一下就是 愛用的那個 那個 唇膏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會有 三支 這的話呢 是這個 APIU的 RD02 這一支我真的是 嗯 非常非常的喜歡它 顏色的話呢 擦起來會是這樣 然後它的質地我覺得會有一點點的黏 所以呢 我通常不會整個唇都擦這一個 我通常呢 就是像 嗯 這樣子的畫法 或是畫在唇中的 然後慢慢的拍點開來 這樣子啊 就不會就是太黏 或者是讓你的唇膏或太乾 我覺得這樣會當得剛好 而且它的顏色真的是超好看 會讓你的整個人非常的顯白 OMG 超好看 第二個這個顏色呢 就是這個 SAID的RD4E 我之前有試色影片了 我會把連結放在樓下 你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顏色呢 就是擦了一個 氣色很好的顏色 然後也是就是偏紅的 其實秋當晚 我真的是蠻喜歡偏紅的唇膏 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我本身就是喜歡偏紅唇膏的人 那這個顏色的話 我也覺得很好看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因為現在試用品也擺出來了 就是也就是 不知道 就是你可以去試試 接下來呢 第三個這個顏色 非常非常可愛的粉色 是這個 呃 妙巴黎的經典唇膏 12號粉紅套泡 其實我蠻不常用它的 可是大家知道嗎 我就是最近工作啊 就是有時候看到那個 彩妝師的化妝箱 放在地上或是桌上 我其實都是會偷偷過去 看一下它裡面有什麼 結果我有兩次喔 不同的彩妝師的箱子 也都看到這一支唇膏 都是這個12號 我心想 哇靠 我超少用它 結果是 彩妝師 化妝箱裡面 都有的東西耶 然後我就把它挖出來用了 我今天的唇膏的話 也是用它 跟那個APIU的 我是底色它這個 然後APIU 畫到中間 然後這樣拍點開來 顏色應該 還蠻好看吧 我覺得啦 很粉嫩 所以呢這支應該算是 我遇到的彩妝師箱子也都有 所以應該算是什麼 彩妝師愛用的嗎 反正呢它這個顏色呢 就是一個很粉嫩很粉嫩的顏色 是一個讓人擦起來 好像就是讓你會散發出那種 真的是粉紅的氣息 然後會很甜美很可愛這樣子 這個顏色這樣 我說你是皮膚很白的人啊 我覺得你擦起來 真的是會超好看的 接下來呢是這個 這個 大家應該都認識它吧 這個是那個 MAYBELLINE 非常非常有名的這個 黑眼圈遮瑕 這支呢它終於進台灣了 其實我們之前還想 就是找代購買這個 結果它就剛好進台灣了 Oh yeah MAYBELLINE的黑眼圈遮瑕 不是就是每一家保養都有買 它是只限定有一些保養 所以你們要買的話 可以先打電話去詢問它說 是不是有賣MAYBELLINE的這一款遮瑕 頭的話是做那種 這叫做什麼 海綿頭 然後用的時候啊 就是這邊就是轉一轉 它就會擠出來了這樣子 我覺得它還蠻保濕的 可是呢它的遮瑕力 我覺得沒有那麼的厲害 所以呢我通常都是把它拿來做眼下的打亮 但是假如說你是那種輕微黑眼圈的朋友 這一款我覺得應該還是算夠力的 但是呢像我這種就是 沒有舊的黑眼圈 所以用它的話 可能就 就是遮瑕力沒有這麼強啦 不過我覺得它就是用起來效果 我是覺得還不錯 所以以兩百出還是兩百多少的價格 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的CP值也是非常的高 那我自己啊 有在找代購買那個 MAYBELLINE FIT ME的遮瑕 到時候再來跟你們一起分享 最後呢 我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那天去大創 買了它一系列就是 跟那個工研院合作的東西 所以 就是還買蠻多的 所以我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好了 我一共買了四個吧 反正一個39塊啊 很便宜 那我買了兩個噴霧 一個是它的這個海藻的保濕水 然後另外一個是野薑花系列的潤膚水 我覺得他們就是跟工研院合作的 這一個系列的東西啊 有一個缺點就是味道 都是非常人工的味道 就是很像那種 廁所芳香劑的味道耶 不是很好聞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覺得其他就是東西都還OK 那像這個野薑化潤膚水啊 我通常就是無聊 就是看電視或是怎樣 就是隨時隨地都會拿來噴一下 那保濕效果的話呢 就是普通而已 就是還好啦 沒有特別保濕的感覺 不過就是一個噴水的概念 大家懂嗎 就是有時候就是 會想要就是拿起來噴噴水 就可以用它 這個是這個粉霧專用的清潔液 這個我覺得很好用 不過它之前的那一款 就是粉霧清潔液 我覺得就已經還不錯了 不過它這一款啊 就是我是單純看它是合作的 然後又是粉紅色很可愛 我就買回來用了 那一樣呢也是清得非常的乾淨 我都是把它拿來清粉霧啊 清刷具啊 然後呢我就是使用起來都不會心疼 我才買回來一個月吧 就已經用到這邊了 就是用很快 這樣就代表我是愛乾淨的人 非常喜歡洗刷具對不對 接下來勒是這一款 卸妝乳液 這一款卸妝乳液啊 我覺得它還蠻好用的耶 而且啊它就是 對於淡妝還OK啦 真的濃妝不行喔 淡妝我覺得清潔效果起來 就是還不錯 但是有一個 呃地方要注意的就是 我覺得它沒有那麼好乳化 所以就是變成說你乳化的話呢 可能是要你知道 戳久一點 除了這一點以外 我覺得它還不錯 而且帶出門也還OK 讓我喝個水 我今天喝的是那個 五十蘭波霸奶綠 微糖溫的 我覺得我是五十蘭都只會買這個耶 好 繼續 我覺得這罐呢 自從我一打開它之後 我就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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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都用到現在 我昨天也有拿給我的 好朋友用 Iris她用 她也非常喜歡喔 因為她是皮膚非常乾燥的人 她使用起來她覺得那種 就是有那種肌膚馬上就是很保濕的感覺 那她就是使用的時候 要這樣搖一搖 把它弄成灼灼的時候 就可以來使用了 我使用的話 我覺得 她會加速我後面保養品的吸收 早上起來的話 皮膚也會有那種嫩嫩的感覺 而且呀 她特賣會買的時候 省便宜的 非常的划算 所以假如說 你們有去特賣會的話 真的是可以注意一下這個 不過 她今年的特賣會好像都 兩場都辦完了 我不知道是兩場還是一場耶 反正她一年就是會有一兩場 大家就是可以去逛 我告訴大家 我每次去尼靜斯的特賣會的時候 大家都是這樣一袋一袋扛耶 然後一定會拿這個 所以呢 大家真的是可以買買看 因為她是這種四小瓶 然後才一千一塊 所以平均下來 一罐才250塊 而且呀 可以用很久的感覺 所以 下次注意她一下 我好像購物台喔 天啊 不過就是很好用啊 就是一種 好用的東西 要跟好朋友分享的概念 應該是這樣吧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 我今天的愛用筆的分享 希望你們會喜歡 對了 我的那個 Sephora的東西來了 等超久 等到頭髮都擺了 她終於來了 我就一看到就 OMG超開心 然後馬上PO上了Instagram 就是一種 很興奮的感覺 你知道等包裹 真的是件非常煎熬的事情 對 好啦 那就是 最後就是記得 提醒大家 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呢 假如喜歡影片的話呢 也是可以按一個like 最後 最後最後 下面有我的Instagram Facebook 大家都可以來 就是那 做做聊聊 anyway 隨便 好 現在有點瘋瘋癲癲的 那 我要趕到出門了 嗯 我們下次見 掰 來吧 我們下次見